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韩非老师 我们今天接续这前一堂营运职的 这样的一个邮政三法的课程 今天要和同学进入到的是邮政除经会对法的部分 请同学特别留意 在我们在写深论的作答的时候 最近这几年的一个惯例 我们通常就是邮政三法各出一题考题 它的配分大概是在十分左右 所以同学我们在写作深论题的时候 在一张考卷的写作上头 建议同学可以先将所谓的选择题的部分全部都完成以后 再回来剩余的时间 好好的在深论题的写作上面做充分的发挥 建议同学尽可能不要先写深论题 因为有时候文思全有 时间不是那么好控制 最后反而是匆匆忙忙的去做了那些前段的选择题的作答 这样实际上是太可惜的 所以韩飞老师在今天的课程的一开始 提醒同学当我们在作答的时候 记得先写作我们的选择题 选择题都完成了之后 再来写作我们的深论题型 那甚至于有时候在选择题的考题里面也会藏着所谓的深论题的答题的线索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今天就进入到邮政除经会对法的部分 好那请同学注意呢 我们的邮政除经会对法的第一章 就像邮政法一样是所谓的总则 好那我们就搭配着我们的想意上面的考点 好那从而呢同时的跟同学在待会再针对历年呢 曾经出现过的一些的考题 好来做一下试题的观摩 好首先呢请同学跟我来留意到 在邮政除经会对法的学习的秘诀的部分 同学要特别留意 当我们在谈邮政三法的时候 今天呢如果我们谈的是邮政法 邮政法呢很单纯啊 你一定只会看到主管机关交通部 再者呢还会看到他的上级的 也就是所谓的行政院 好那只有在谈所谓的检查 到各个这个可能违反邮政法的场所 去实施检查的时候 才会有谈到所谓的会同警察机关 好那所以呢正常来讲 邮政法就是交通部跟行政院 好那当我们在看所谓的邮政除经会对法的时候 我就简写除会法 除经会对法 好我们会看到呢我们的主管机关一样是交通部 但是呢我们的监督机关就有所谓的经管会 涉及外汇业务的事项呢还会牵涉到央行 于是当我们在念所谓的 检疫人寿保险法跟邮政除经会对法的时候 特别就要留意所谓的交通部经管会和中央银行 他们之间的一个配合 好那当然呢我们知道 无论是交通部经管会或者是中央银行 他更上级的其实还是行政院 好那最后呢再来看到所谓的检疫人寿保险法 好检疫人寿保险法 好一样呢我们的主管机关是交通部 所以邮政三法的主管机关都是交通部 好但是呢检疫人寿保险法的时候 我们只会看到经管会 好央行就完全无关了 那当然呢无论如何交通部或者是经管会的上级呢 仍然还是行政院 好不过请同学留意呢 行政院呢在所谓的邮政除经会对法 或者是检疫人寿保险法当中所扮演的角色 就比所谓的邮政法要来的什么 来的这个介入就不是那么的深 那尤其呢还会牵涉到我们的下一堂课 检疫人寿保险法的修正 在112年年底的修正 更是呢讲很多很多的职权呢 就授予所谓的这个经管会跟交通部 来来做所谓的拟定 或者是会商决定等等的话 这里跟同学做一下简单的先做一个提醒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同学跟我来看到 所谓的邮政除经会对法他的立法目的 所以请同学留意 我们的邮政三法个别在看立法目的的时候 都不困难了 但是在考试的时候同学就要记得不要混油 不要当你呢在拿到考证的时候 却这个愣在那里 因为呢分不清楚 他们邮政三法个别的立法目的了 好 所以请同学注意呢 邮政除经会对法 同学可以这样想到他的关键字 为鼓励国民储蓄 这就是第一则了 鼓励国民储蓄 那鼓励国民储蓄呢 他就会促进资本形成 好 所以关键字 鼓励国民储蓄 好 我们说当我们在背的时候 是一个点线面 你先记点就是储蓄 好 促进资本不是资金啊 资本的形成 好 再者呢配合国家政策 增进民众便利 增进民众便利 保障邮政除经会对的安全 保障邮政除经会对的安全特制定本法 好 所以呢我们就先记点鼓励国民储蓄 储蓄先记起来了 而后就是一个线 就整个句子了 鼓励国民储蓄 促进资本形成 配合国家政策 这个增进民众便利 然后呢保障邮政除经会对的安全 好 一二三四五 五个点合起来就是一个面 也就是因为考试了 那认真来想呢 当我们写成一二三四五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其实邮政除经会对法的立法目的 本身就很适合考十分 因为它的配分就是每一则两分 可以这么去想它 那但是呢当然 这样子就把我们的整个的邮政除经会对法 这个第一条就考完了 好像呢又有点太小看我们了 好接下来呢 请同学跟我们看到后段 以适用原则来讲就是 当然呢有关于邮政除经会对的事物 当然最优先就是适用邮政除经会对法了 好那本法未规定者才是依其他法律制规定 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条的重点了 好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到第二条的监督许可机关 考试如果考到监督许可机关 这个其实在刚刚上立法目的 是在101年的营运值的考试里面就出现过 待会我们会看到 好那至于呢有关于邮政除经会对法的 邮政除经会对业务的这个监督及许可机关呢 在108年的交通部的升职考试当中也出现 好我们知道邮政除经会对事物由中华邮政股份有限公司办 好就好像被指定了 我们就是这个事物就是由中华邮政来办理 主管机关是交通部 业务并受经管会的监督 涉及外汇业务的应经中央银行的许可 这个部分我们刚刚黑板上都有擦掉 请同学注意呢 当我们在深论题的写作的时候 不要席字如今 这时候如果是深论题的写作 就麻烦同学写完整的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好就跟同学做一下提醒 好接着呢 我们看到考点二 有关于邮政除经跟邮政会对的种类 邮政除经跟会对的种类 好这个分别呢 在101 102年跟101年的 营运值的考试里面都出现过 这是在102 好后面都会看得到好 我们有副试题观摩 邮政除经的种类呢 考在102年 101年呢 考的是邮政会对的种类 好那个别都是三种 好这个没有问题 好请同学跟我直接好 就进一步来复习一下好 我们在作答的时候 一定要写到哪些好 那选择题呢 是印象OK就可以做了好 好那这个深论题的部分的时候呢 好我们就是要完整的写出 那其实不只是101 102 甚至于100年 好都考过类似这样的考题 好那我们来看 存不除经的时候的作答关键字 好存不除经的关键字 指的是呢存款人 好存款人依什么呢 好既然叫存不除经 所以邮政除经不 或者是依 约定的方式 好我们注意关键字点线面 然后呢随时 好随时什么呢 可以去存也可以提 存入或提取之除经 这个你在作答的时候注意 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背 好从关键字点线面 好那再者呢第二个 叫定期除经 好那当然呢还开头好定期除经的关键字就是定期 好有一定时间的限制 好一样嘛存款人好那凭着什么呢存单 破约定的方式 好那如果是定期这个除经 当然就不会是随时嘛 是不是所以呢它是一约定方式提取 好最后第三个 诶考试最喜欢考的刮拨除经 好刮拨除经呢指的是一样 存款人得以其账户 以其账户办理存款提款汇款拨款转账 存提汇拨转一个都不能漏 好它可以涉及到我们的评分 正常来讲呢 虽然一提是十分 那你写很多的内容 但是如果有写错有漏啊 至少是扣一分是跑不掉的 存款人得以其账户办理存提汇拨转 以及呢申请领用最重要的化拨支票 化拨支票 存提汇拨转及化拨支票 再加上还可以接受他人存款 所以化拨除经呢它最有考的价值 这个请同学特别注意一下 好那每一个考点 每一个关键字都是在作答当中要谈到的 好那看完了所谓的存部除经之后 我们接下来看完了邮政除经之后 我们来看所谓的邮政会对 好邮政会对第一个呢叫国内会对 第二个呢叫做邮政理选 好一样啊去关键字了啊 国内跟国际会对都是公众以一定的金额 一定的金额 好公众呢以一定的金额委托中华邮政 好请同学注意呢 既然是国内会对 所以它是支付给国内受款人 因为我走进邮局嘛 我一定就是去汇款嘛 好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是付给国内的受款人 好那如果我们在谈国际会对的时候 就可能会涉及到我们把钱汇出去 或者是什么接受汇入 好对指的是公众以一定的金额 一样委托中华邮政公司 转付与国外的受款人 好转付给国外的受款人 或者呢接受通汇国汇入转付 好所以呢接受通汇国汇入转付 转付给国内受款人 好所以请同学注意呢 它的关键字一样都是所谓的转付 所以在国际会对的部分是转付 转付好那国内会对的部分是支付 这些关键字呢选择题的时候 我们可能不会太留意 但是写生论题的时候要注意 好最后呢谈到邮政礼券 邮政礼券是中华邮政公司发行 而且依其面额 关键字 对持有人 好对持有人呢 无条件付款 无条件付款之 无记名之有价证券 好这个是邮政礼券 好请同学注意的老师写在黑板上的 每一个点都是关键字 好都是我们在这个声论题的时候 要写出来的好 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考点3 好谈到的是所谓的行为能力 取款人的证明会计独立 还有免税规定等等 好那这一个段落啊考点3的部分呢 在我们的这个营运值的考试当中 是比较少出现深论执行的 好那我们还是很快的来看一下 他的一些的重要的考点 好我们看到第5条 那第5条的部分呢 跟邮政法是一样的 关于行为能力限制的部分 好我们说到呢 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 关于邮政除经及会对事务 对中华邮政公司所谓的行为 请注意关键字是 视为有行为能力人的行为 好那所以原来呢 完全行为能力人 以现在来讲 以年龄来讲就是蛮18的 好那就是有行为能力的了 好那在这个邮政法 和邮政除经会对法里面 都把呢所谓的限制行为能力人 跟无行为能力人 在这个对于中华邮政所谓的 这样的一个行为 好都是看成当成是有行为能力 也就是完全有效 那这样呢 当然会让我们的邮政的服务 能够更加的效率好 好第六条 中华邮政公司为确认取款人之正位 好我们注意到呢 取款人 汇款人 存款人 这些关键字数以上 好第七条 中华邮政公司经营的邮政除经 会对业务的会计账务 要独立处理之 因为呢这些条文都短短的一条 他相信之下呢在这个生论题考试里面 这个发挥或者是命题的空间 通常都比较有限 好我们注意到第八条的免税 那其实呢目前的考试都比较善良 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考试 他都是单独的就是这个邮政法一级 邮政除经会对法一级 检疫人寿保险法一级 但是其实呢也并不排除 来一个邮政三法的总和的提醒 这同学还是可以留意一下像第八条 有关于免税的规定 好那同学会记得我们的邮政法当中 不关于免税的规定 好那邮政除经会对法呢 类似的中华邮政公司经营的 邮政除经会对业务 以及邮政除经会对法 邮政除经会对业务 以及该业务所使用的邮政公用物 和业务单据 好这个关键字同学都记得一下 于中华邮政公司成立之日期五年内 免纳一切税券 好所以这个同学要留意一下五年内 好那考试呢 如果真的他要考一个整合的提醒 我们就会知道说 在邮政法当中这样的一个 对中华邮政公司的免税规定 是一直存在的 好那在邮政除经会对法呢 有明白的规范 他有五年的这样的一个 对中华邮政公司的免税 但是现在已经超过了 好那至于检疫人寿保险法 过去有这样的条文 但是现在已经将他删除了 因为认为可能无意义了 好这个三个的比较 同学可以稍微要知道一下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考点字开始 绿绿的揭示内控保密义务 以及其他的规定 那在这个部分呢 在考试里面呢 就可以去搭配的所谓的罚则 一起来出现 好是可以配合着罚则的 好所以同学呢 就逐一的都要去做对应 好那我们说邮政除经会对法的 罚则的部分呢 其实也还挺容易的 好那我们一样呢 就是把作答的时候的一些 牵袖到的关键字 把它整理在黑板上 好那首先呢 对应的是第九条 第九条呢是有关于利率的揭示的 好中华邮政公司办理邮政除经的利率 这个利率有关于这个利率的揭示 这个在104年的营运值的考试里面就出现过 好那同时还要加上它的罚则 好中华邮政公司办理邮政除经的利率 应以年率为整顺 好作答的关键字是要有的 并于呢 营业场所揭示 请同学注意呢 这个营业场所当然是公开场所 可是呢 当我们在写深论题写作的时候 请同学要写营业场所 并于营业场所揭示 好那如果违反的怎么罚呢 用的是邮政除经会对法第26条 也就是呢 新台币30万到150万 罚谁 罚中华邮政 那谁来罚呢 金管会 金管会罚中华邮政 同时呢 要通知交通部 这些部分老师都一并把它列出来给同学 这就是我们的争论题写作 或选择题写作的重要的考点了 好 接着呢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第10条的部分 所以呢 这个邮政除经会对法它的立法 它就是把呢 我们的这个规定的第9条 那对应的就是罚则的26条的第一款 好就是这样对应的 好所以同学 如果在考试里面出现的话 我们也可以完整的背法条 那就像老师的呈现 好那我们只需要写 根据邮政除经会对法第26条的规定 好中华邮政公司 有下列情势之一者 储新台币 3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罚款 然后就写1 第一款就好了 邮政除经利率未依第9条的规定 以年率为准 这是第一个 或者是没有在营业场所揭示 这个就是他的处罚的两种情形 好接下来呢再请同学跟我来看到 第10条的部分 中华邮政公司办理邮政除经会对业务 好这个法条呢有的有两个重点 好第一个呢是应建立 好第二个呢至于这一个建立内控机和制度的一些的相关的规范办法 好其办法由交通部会同金管会定之交加金 所以这里的考点有两个 应建立内控机和制度 以及呢其办法的部分是交加金 好那但是呢请同学注意在罚则的部分 好请同学注意 老师直接呢在讲义上都有列出来 好根据邮政除经会对法第26条的规定 他的罚则一样是30万到150万 但是他是针对所谓的应建立而未建立 好这是针对这一个部分 因为我们的第10条是规定他应该要建立 好所以未建立要处罚 好那至于呢这个其办法的部分考点就是交加金 好这里跟同学特别来提醒一下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第11条 好有关于呢停止账户交易活动 好停止账户交易活动 或者是呢直接依第三人的汇款 然后我写一个三好第三人 好或者是呢直接依照第三人的这个 这个请求去所谓的这个 这个给付汇款 好就是停直接依照第三人的请求 好我们这样写 细节的写里面 停止账户交易活动 或者是几付汇款 好那他的他的这个是禁依第三人 好就是说他违反邮政处金汇罪法的原因是 直接依第三人之请求 做什么事情呢 好第一个叫停止账户交易活动 或者是二 给付汇款 好这样是不可以的 好那另外是什么 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可以呢 好请同学注意呢 是依照所谓的法院之裁判 关键字就好了 检察官的书面通知 或者是依其他法律之规定 好这三个点 好请同学注意呢 那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第十一的第一组 好那第十一条呢 还有第二组就是第二个 好叫保密密务 好保密指的是呢 中华邮政公司及其服务人员 对于顾客之邮政除金 其所谓的汇款等等有关的资料 除金汇款等资料 一样例外 好为了避免混淆水 老师特别好用黄色的笔写起来 另外呢是其他法律 或经管汇定有规定 好所以请同学注意保密义务的部分是金管汇 好那停止交易活动或给付汇款的部分 是依其他法律之规定 这里就没有特别谈所谓的金管汇的规定 好这里请同学注意 好这是所谓的保密义务 好那无论是违反第十一条的前段还是后段 那他的处罚呢都一样好是我们的这上面都一样 这个是所谓的三十万到一百五十万 处罚都是由金管汇来处罚 那罚中华邮政公司同时要通知交通部 好这里请同学一起都留意一下 好所以呢很快速的我们再回来看一下 好在这个我们的讲义上好有关于第十一条的好 好我们用表格做的整理好好那停止账户交易活动 或者是给付汇款的请求的处理 好还有保密义务的义务人 到底是谁呢就是中华邮政公司及其服务人员 好那有关于呢停止账户交易活动或给付汇款的前提 本他是不能直接依到第三人请求去做这样的话的事情 所以另外就是去做这件事情的前提就是依法院之裁判 请同学注意喔裁判你不是写裁定不是写判决 好依法院之裁判法院也不是写法庭喔 好我们注意到一栋大的建筑物比如说叫地方法院 那里面有第一庭第二庭第三庭这是不一样的喔 就像我们在说今天某所大学台湾大学政治大学交通大学某某大学等等 好那我们看讲到大学跟谈他是什么学院或什么系 这是不一样的事情好所以请同学注意呢 是依法院之裁判检察官的书面通知或者依其他法律 请注意是法律而不是法规好再者呢如果是在谈保密义务的部分的话 例外就是依法律之规定或者是金管会之规定了 其他法律或金管会定有规定之外都应该要保守秘密 好那法则都是相同的好接着就请同学跟我注意到呢 第十二条的部分呢很复杂好那我们的过去的考试呢是有出现过的 有关于违反法令章程 法律命令公司的章程等等 违反法令章程的处罚的这个规定及对应的法则 这个在104年甚至于111年的营运值的考试当中都出现过 好我们看一下第十二条 中华邮政公司办理除经会对邮政除经会对的业务有违反法令 或有爱公司的健全经营时 好请注意好一就是中华邮政公司 这个这个办理邮政除经会对业务有违反法令 章程或者是有爱公司健全经营时 好金管会金管会呢除德与纠正好所以这样金管会可以做什么事呢 好除了所以本来就是可以做这个字了 除了可以纠正好所谓的纠正的概念就是 促使对方注意并且改善好这个叫做纠正好 除德与纠正命期限期改善好先说你做哪里 然后呢我要求你改善 除了可以纠正命期限期改善之外好 所以请注意他的处罚的方式 一纠正二限期限期改善第三好考试最喜欢考这个 叫得势情节之轻重为下列之处分好 所以我们的考试假设考到这一题十分他整个这样考 好那你就是呢可能就会区分段落就照着我们的罚条 他的处罚方式包含了第一纠正二密期限期改善第三 得势情节之轻重为下列之处分 而后再去写其下的这些的项目好 就是我们的这个教材上面写到的一到四好 这里请同学注意好所以包含了撤销法定会议的决议 停止请同学注意部分好这个最重要的关键字了 有关于呢所谓的邮政除经会对业务的部分是停止部分 除经会对的业务好那这个部分呢一样点点点这里的一到四 他都是金管会来处罚罚贼呢罚中华邮政好那请同学注意 撤销法定会议的决议停止部分邮政除经会对的业务 命令解除办理该向邮政除经会对业务的负责人或职员的职务 或停止其余一定期间执行职务以及其他必要之处置 好那这个部分的考点同学要注意一下他的考题怎么问 他题目如果问的是金管会我们就写到这里就OK了 好为什么呢因为后面那一段这个我们在生论题考试里面 特别会跟同学讲要审计 今天呢如果是题目里面写到的是金管会 那你就只能写前段 好为什么呢因为后段是央行在处罚 看到央行同学就知道了他当然就是涉及有关于外汇业务 所以请同学注意这个第十二条的后段中华邮政公司办理外汇业务 违反外汇法令的规定的是中央银行就把前面这个得事情节之轻重的金管会要换成什么中央银行 最负负责处罚的是央行 央行得事情节之轻重 请同学注意 凭止其余一定期间金银 请同学注意关键字 如果是外汇业务的部分是全部或一部 我把它写在这上面 提醒同学 因为在黑板比较角落 我们画来这里 这是第十二条的后段 后段也就是我们的钻是叫第二项 第十二条的第二项的部分 针对这个所谓的外汇业务的部分 请同学注意是中央银行来处罚 罚的金额一样是中华邮政公司罚中华邮政 一样是罚三十万到一百五十万 一样要通知交通部 但是请同学注意 央行在处罚的时候 是可以停止其余全部或 停止他在一定的期间的全部或一部分的外汇业务 这个部分是希望同学要特别特别的留意的 也就是说呢 针对所谓的外汇业务的部分 这可以停止全部或一部 可是前面呢 如果我们再谈到的是除今汇兑业务的部分 是只能停止部分 但是不能全部 这无论是深论题也好 是选择题也罢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考点 同学一定要看清楚 然后一定要辨别清楚 题目问的是尽管会在做处罚的 还是央行在做处罚 这个是第十二条很有考的价值的地方 在110一年的考题才刚刚出现过 所以请同学跟我留意到 老师在整理的表格里面画的很清楚 在第十二条后面的这个表格 前段是中华邮政公司办理邮政除今业务 违反所谓的除今汇兑业务 违反法令章程的处分 原则上是前段 就是金管会在处罚 可是另外呢 在汇兑业务里面的违反外汇法令的部分 请同学注意外汇国际汇兑的这个部分 则是由所谓的央行来处罚 好这里请同学注意一下 央行 那如果只是国内的汇兑的部分 如果只是国内的汇兑的部分 那仍然是由所谓的这个金管会 才去进行处罚 并且通知交通部 这里要特别留意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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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